从小到大 每天都看着爸爸找出晚归 像差人一样 用他的能力去提供保障 去保护每一个客户的家庭 所以一路以来 我对保险并不陌生 爸爸的事业也就是我们的经济来源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 长大以后要像他一样 当我毕业后 我才发觉我对未来事业的想法 和爸爸不一样 因为我想靠自己的能力 去外面社会闯出一片蓝天 于是我就加入了 和爸爸不一样的保险公司 可是那时候我才发现 做保险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在做保险期间 我面对许多挫折 当时的我很挣扎 我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直到有一天 我的爸爸叫我回来帮他 并推荐我给YEG 我当时考虑了一段时间才答应他 加入YEG过后 我每天勤于拜访顾客 在那段时间里 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了 良好的服务是一个代理员的首要职责 同时间我也在我的爸爸身上学到了 只要专注于目标 把格局放大 所有的拒绝和挑战就变小了 在YEG积极的环境和团队的鼓励下 我只用了短短六个月时间 就达到了公司的葡萄牙海外旅游奖 今年2019年 我又再次完成了公司的 团队海外旅游奖以及MDRD 当然 达到MDRD不是为了要炫耀什么 而我觉得因为达到MDRD 是一种肯定 然后我也很开心 因为我能传承到我的爸爸的梦想 我希望能服务更多客户 提供更多保障和帮助更多家庭 我是Edward来自YEG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